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佛教的出国阿罗汉用名为 欲流国 逆流国 入流国 意思是说修行到某一个阶段 欲入圣人之流 或是逆生死之流而顺圣道之流 或者是和和圣人之流 不和世俗之流 所以做人应该有和而不留的观念 什么是和而不留呢 第一个加入政党就不必再属某某派系 现在世界上的国家都有很多的政党 甚至在同一个政党里 又有很多的派系不同 就像一个人的身体 眼而鼻舌深 互相不和流 在一个国家 不管执政党也好 在野党也好 如果党内一直为派系搞纷争 这对国家或是政党而言 都非福气 所以任何国家的任何党派 所有党员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但彼此要和中共济 这是第一重要的和而不留 第二 参加工商团体 就不必太分人我 社会上工人要努力 增产包裹 商人要确保 祸畅其流 农夫要不断改良品种 一个国家的每一个分子 不管是农工商 在国家的大团体里 都应该为国为民 各师其职 彼此分工合作 就像在学校执教的老师 素有分科 业有专精 又如医院里的医生 虽有分内科外科 眼而鼻喉科 肠胃科等 但有时也需要会诊 这就是和而不留 第三 做佛教徒 不是某人某事之徒 人要有宗教信仰 信仰佛教者 应该要依法不依人 大家都是信仰 同一个教主 释迦摩尼佛 都是信仰同样的 三法印是圣地 八正道 大家都是三宝佛弟子 不应该再做某事之徒 某人之徒 所以佛教徒彼此应该要 和谐和好 和和 大家可以共同修学 共同研究 共同路到 但是对世间上的人我是非 应该和而不留 是同心救国救民 何必分某行某业 在社会的各行各业中 不管你从事什么职业 政治家 军事家 教育家 经济家等 只要发心 为国为民 在国家的旗帜 之下 爱国不落人后 救人 不遑退让 大家只要各尽其力 各尽其能 就好 彼此 不要计较 你贡献多少 我付出多少 就像西福之流 流入大海 同其一味 所以不论参加党派也好 从事职业也好 信仰宗教也好 尽管身份有再多的不同 在救国救民的前提之下 应该和而不留 人应该有所为 有所不为 和而不留 就是我和国家只有一个 应该和而不再分裂 我的信仰也只有一个 应该和而不再分歧 我的家族也是一脉相传 都应该和而不再分流 感谢大家的聆听 今天大家导读到这一边 我们以法相会 期待下一次 阿弥陀佛 下星期十分钟 给您人间万事新观念 欢迎分享我们的影片 还要按赞订阅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